英国钢琴事件,大家想必都知道了,我现在还看到当事人的回复 他居然说,人家那个英国的钢琴家在种族歧视 这些人平时在国内给易中天老师,莫言老师,陈丹青老师扣帽子,扣爽了,糖到甜头了 跑到英国,也给人家的艺术家扣个帽子,以为这一招是万能的 扣个帽子说别人种族歧视,自己就能够赢吗 在自己没有道理讲不赢的时候,就扣帽子,抡棒子,这一棒子抡到了钢板上 谁不按我的规矩来,我就给他扣个帽子,把他的名声搞臭 谁讲不符合我口味的话,我也给他扣个帽子,让大家一起用口水淹死他 这种横行霸道,不讲我的规矩就给你扣个帽子的恶习究竟是怎么来的 不惯着你,就是歧视你,这不是泼妇吗 你自己拿这个摄像机跑到公众场合去录视频,你是不是把别人也录进去了 别人拿这个相机也去这个场合录视频,把你也当背景录进去了 你不满意,只允许你录别人,不允许别人录你 一哭,二闹,三上吊 第一招,我可以录你,把你们当背景录到我的视频 你不能够录我,不能够把我当背景录到你的视频 这叫一哭,二闹是什么呢 请看VCR 比谁散门大,谁的散门大,谁就赢了 三上吊是什么呢 抡棒子,扣帽子 你种族歧视我 这种风气真的要改一改 如果能够以扣帽子定罪,那人人都有罪